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是早上6点25分 西温是零下六设施的年 沈阳早市很多 百度地图显示城区 有多达80多处早市 小和言是其中规模最大 网络流量最多的早市之一 让我们跟随镜头 一起感受一下东北早市的烟火气魄 外地来到东北 必须把东北特色酸菜带回家 这个怎么卖的 这个4块钱一斤 4块钱一斤 免费切碎切相 但是说到东北来了 必须东北特色带回家 东北酸菜带回家 甜甜们 不管多手着 必须带回家 太好吃了 路对面热气腾腾的炒栗子 在韩文的炒栗子太幼稠了 又香又甜又暖的栗子出锅了 这家牛肉火勺排起了长部 咱们去看看火勺是什么 原来沈阳把这种小巧玲珑的肉饼叫做火烧 我当时特别想帮大姨盖章 简直太好玩了 这个早市很多店面都用这种锅子取卖 隔着屏幕 我仿佛又闻到了那股喷香的油饼味道 冬天的早上 谁能拒绝这种油汪汪 热腾腾 一口一个的小火勺呢 游客们在寒风中排队的 还有驴打滚摊位 不同于山东的驴打滚 沈阳的驴打滚是县城制作的 这些是烫烫的 热乎乎的 热乎乎的 冒着热气的糯米团在黄豆粉里不停揉搓 直到里里外外都裹满黄豆粉 这些带着拿都没事 变滑又掉了 热乱了 大姨咱这每天都是现做的 每天都现做都是热乎的 哦 七块一斤 七块一斤 身材实料 咱们那里是花生脆 核桃盐 芝麻白糖 红豆的 豆沙也是自己搅的 豆沙也是自己搅的 哦 带着颗粒 最好的啊 这种大活吃过了两个咱家 是正牌死料 我这种是大活 只往豆瘾罢 大鱼还这么怕 我这不是说我自己情情这玩意 我是网心 就是大活平价的大鱼 小河一进门口 是一个 电视台来那个锁大鱼 一个是非常好使用 你耳朵都是 这料全是最好的 芝麻 据说驴打滚这个名字 正是来源于 切好后撒的黄豆粉 这些黄豆粉 让人联想到 野驴在地上打滚时 养起的黄土 锦州干豆腐 干 薄 细 著称 干是指豆腐干爽 细是指口感都和 这种经过调味的厚实豆腐干 我第一次见 这个是五香味 这个是烧烤味 这个多钱一斤 七元一斤 都是真正的解脑 东北的早晨太冷了 很多卖菜的摊位 都搭起盆子 还准备了取暖物 这种绿色的叫铁皮番茄 是东北地区的老品种 比起全红的普通番茄 它有着浓郁的番茄味道 因此更受欢迎 价格也贵一些 进到这个小棚子里来 顿时感激身上满风 这些油汪汪的馅饼 散发出扑鼻的香味 让人不惊时之大动 我一直以为 东北地区入冬后的菜价 应该补衫东棍 来了才发现 基本差不多 远那边 接着来 右前测价 买价都不知道让进去 卖 来 接着来 右前测价 咱们房间一斤 最早两个点的 来 接着来 右前测价 买价都不知道让进去 卖 来 这边喝 能平时喝 小椰蒜汤 桃椰蒜汤 桃椰蒜汤 土食丝 少椰蒜汤 在椰蒜汤 这道菜是五个味道 还要喝杯热乎的啊 小朋友的小吃的鱼骨豆浆 好喝还有营养 他的鱼骨豆浆冲出亚洲走出终 哎呀没那么夸张嘛 不要抵掉 没那么夸张啊 那好呢喝一点啊 这家的炸油条在冬营上很固 今天是周一 摊位前仍然排起长队 小个粒粒吗 小个粒粒 小个粒粒 这种带有深褐色部分的 就是巧克力油条 这家经营朝鲜族风味的酱菜 十几种酱菜的价格 都是十元左右一斤 只有这个万能酱 现在咱们先吃到万能酱之后 拿这个酱 把所有的辣干菜 比较那个小甜菜 还可以做鱼的时候放 还可以做上面条 非常不错 所以我感到叫万能酱 这种老式山楂糕 是七零后小时候的零食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这种酸酸甜甜的小食品 深受欢迎 哈尔滨大红肠也是东北的代表美食之一 这种酸香味浓郁的香肠 源自欧洲国家立陶宛 一战前 这种香肠传入东北之后 深受当地人喜爱 现在哈尔滨是有哈肉林 里道斯 商楼 龙大等多个知名品牌的大红肠 这个摊位卖的就是哈肉林的大红肠 本来都要看 总好 总好呢 过来的你过来 它只有你不在家的大妹妹 这心闹不了我 你不在家的小朋友 那田子 东北红松子 五十五元一斤 东北红松子 五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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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两五块 三千 八千十块 三千 五块钱 三千 十块 小啊 太小了 太小了 不认识了 视频检测仪 看合不合格 你那橘子刚好一放着就钞标 这种洞梨是多次反复冷冻才变成这种黑乎乎的颜色 肠胃好直接硬啃也可以 我准备带回去化冻之后吃 League of tυi 鲍鱼 贴是十块钱 快乐 十块钱 一块钱一块钱一元 里面 卖面 一个 来吧,来吧,来吧 来 饱甜 饱甜的啦 来 饱甜 饱甜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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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汤味有很多种打成粉末的香料 不知道曹果打成粉末是做什么用的 来 饱甜 饱甜的啦 来 饱甜 饱甜的啦 来 饱甜 饱甜的啦 这都在这儿最好是最好的 我们妈想的呢 没有 哪家的 来 饱甜 饱甜的啦 来 饱甜 饱甜的啦 二年 还提供现场服务 来 谢谢 不用 没事 我拍一下 来 十块钱 来 十块钱 十块钱 来 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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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市面上卖蒸的栗子 这些蒸熟的栗子散发出甜甜的香气 闻起来很舒服 开花儿吗 那是你啊 没见过吧 那姐 下锅吧 到哪儿都去回吧 来 再吃 到哪儿 散开 没有 non-富翼 到哪儿 里都在哪里 到哪儿 我爸 都在哪儿 要耶 那 bro 花卷 热气腾腾的 卖香味太好闻了 六毛钱一个 价格也很低 你考清华 他考北大 我就厉害了 酸奶 纯牛奶 热牛奶 这家的广告语特别动 我就因为这个买了他家的红肠 酸奶 纯牛奶 热牛奶 回集收款 66.39 你有原味 6.39 酸奶 纯牛奶 热牛奶 看一看 回集收款 20.9元 当初快热乎了 还行 25块8一斤 这24块房 好了 来 季燃的 季燃的了 来 黑胡椒的 还有微辣的 酸香的了 酸香的 还有微甜的 这种花盖鲤非常耐寒 是东北地区常见的品种 除了鲜食 花盖鲤也常被用来做成动物 好嘞 好嘞 谢谢 这些就是花盖鲤做的动物 由于没有经过多次冷冻 它们没有完全变黑洞 买回去洗干净就可以直接吃 并不会像洞黑的洞鲤那样 硬邦邦的啃不动 来一下 用这东西 这一把那一把拿出来 二把 那一把那一把那我拿出来 这个多钱呢 对 这个小块 就买这个 它那也刚发出来 自己看要哪拿 老板 这个怎么卖的 五块钱一盒 黄米饭 这是原味呗 来 来 给我装一盒吧 嗯 这不黏啊 不就是黏的 不黏不叫大火米黏的 干什么做 大粒的好 还好 啊 加奶增加 加奶增加了 它米嘎嘎硬的还行 来 过来 二位 这米好吃 来 两个 十六块四点哥 啊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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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拿 走 走 文西收款15元 四个给我拿四个钱是吗 哎妈妈 给我放四个吧 几块钱一金 三块钱的 来点啊 赶快来 来点啊 赶快来 火勺啊 香油祸下 来到哪儿了 大豆腐了 怎么办啊 这个两块五一块 大豆腐 来一块吧 大豆腐了 香油祸下 大豆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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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正好 我来几个时代到哪儿了 火勇火勺啊 香油祸下 五元七子 十连十七子 五元两个 这边最好啊 香油祸下 老乡老乡了啊 这家煎做火勺和烧麦 除了蒸烧麦 他家的烧麦还有煎乳 他家的火勺更加袖珍 感觉跟一元硬币差不多大小 来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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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一块 一块一块一块 我买三块钱炒的啊 我说姐妹家的啊 你不要炒不了啊 不过 吃过 你要炒一点 好 吃了 豆腐一米点啊 豆腐汤一米点啊 来一块 放小火烟 别出过了 三块钱五个 好吃不贵 要黄的还有一点点 要一米的 那一块 来一块 这也来两个 姐妹五腾 三元五个 两块钱三个 尝尝 尝尝买 这是瞧卖的吗 老板 对 这是卖的 黄小叶的 澳门 萝卜 甘蓝 酸菜 都结果了 要一米的啊 一共三块钱 我两个 四块钱 六块钱 一二五个 好嘞 到哪里 到前方 第六个鸟 不冷啊 这个天喝啤酒啊 是不是得冷吧 今天天暖化 今天天暖化 天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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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冰冻黄桃 可以化冻火直接吃 也可以加点糖和水 做成黄桃罐头那样再吃 虽然现在冬天也有鲜果 但冻水果在东北的地位 依然无可 干嘛喝的 站着 这些确实哎 这些能干嘛 这些东北特长 小妹特长 小宝贺炸 龙堡各站长 这饭都变了 这饭都变了 小宝贺炸 有饭都变了 与都变了 拿个天暖化 还要干饭都变了 蛭都变了 这是干嘛 那不是干嘛 冰冻龙虾尾巴一斤 这家的猪头肉卖十九楼一斤 大冷天冒着热气的汤味远远就能看得到 三十八块六 三十八 这六块钱是一斤八的 买最好的来七斤八的 beta 哈哈哈老年人玩一须怪 绝对玩一须怪 这数字还蛮不滑点 来 最好的一个小的 一也没有啊 最好的办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食用冰的福射 肉侧草 鲁肉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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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肉茹 鲁肉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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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概念 这不谁不刷上去 这就来盘子 谢谢 白菜 白菜 小花 来一块一块来 高价回收 旧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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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碗十块大碗十三 你看这家古董你喜欢哪这个吧 这里边有孤顺 走得又累又饿 看到杀猪菜有点发不动 就在这家尝尝东北的早餐吧 店里已经有不少像我一样的外地游客了 我只顾着拍视频忘记付款了 回到宾馆才想起来 最后通过抖音找到了老板 加上他微信才把欠账还上 前几天有粉丝质疑电子支付的诚信问题 今天我就忘记付款了 早餐吃猪血羹和杀猪菜 真是很特别的体验 猪血羹很滑很嫩 但对我来说早上吃这个还是有点腻 杀猪菜很好吃 酸菜也很开胃 吃的习惯吗 挺好的 挺好的 这属于东北最高领域硬坏了 是吧 过年吃的 对 然后你撒点蒜泥 这蒜泥是灵魂 对 老板放了蒜 这确实好吃 好吃吗 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味道一下升级了 升华了 对 小伙子等日子上来 来 三个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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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羊肉 笑的 哈哈哈 鲜鱼 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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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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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老板